好 当然针对了这起事件 其实引发外界很多的批评声浪 包含了家长也都很不满 我们来谈一下资深媒体人王浅秋 他怒骂 他说这些人是脑袋有病 脑袋有动 对一个范云来讲 搞不清楚状况 他真的只是想要把台湾变成像乌克兰 一样的国家吗 我们真的很像大妈拿着菜刀去上战场吗 像出战场要拿着扫把上战场吗 问题重点是大家真的想要上战场吗 真的是搞不清楚状况 大家现在街头巷尾最担心的 不管是外资要撤退 或者是企业要做风险控管评估 或者是光我们妈妈要担心孩子的未来 都是这一点啦 两岸现在就被你们搞得不平静 不安全 太危险了 你还在搞这些话题 今天还传出要训练 幼小的朋友听炮声 只是现在脑袋有病有动啊 输得还不够啊 台湾民众自己测验都已经过了 我们不要让他们输得 真的要脱裤子才行 这些人脑袋有动 还在炒作这些仇恨 跟这些民众不欢迎的话题 我们谁要打仗 只有这些人打仗的时候 他们只会跑而已 他们有真的会留下来保家卫国吗 他们用这些话术 在想要炒作仇恨 然后想要蹭话题 但是没有一个是真的有中心思想 没有一个真的能够让台湾安全 这个是行政院儿童权力小组提议 是啊 儿权小组 训练听炮弹是有病 所以幼稚园要能够辨别炮弹声 脑袋坏掉 好 现在外界有人在聚焦2024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喊出的是由侯友宜搭配卢秀燕 一块来参与2024的总统大位 对于这个部分卢秀燕首度表态 他说什么组合都能谈 个人意愿不重要 会赢比较重要 好 民进党九合一选举 因为抗中保台惨败 现在台独赖清德改成喊出了和平保台 蓝军方面立刻戳破了真相 建议赖清德应该废掉台独党纲 台海马上就能够稳定和平 农历年过后 谁出在2024总统大选 蓝绿人选将扶上台面 过去只谈新北市的侯友宜 罕见谈到美中台三边关系 我们绝对不是强国的棋子 有人喊出侯友宜搭配卢秀燕选2024 侯卢配有没有机会 卢斯院首度表态这么说 怎么样的组合都可以谈都可以考虑 个人意愿不重要 最重要是会赢 能赢比较重要 国民党必须能找出 能够完全胜利的组合 赵超康点名朱立伦别想挑战总统大卫 建议他去当立法院长 争取部分去立委第一位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角色 赵董事长他是媒体人 那媒体人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 一些创造力想象力 两岸关系将是2024决胜关键 民进党九合一选举 因为抗中保台惨败 台独金孙赖清德改喊和平保台 难道真的不抗中挑衅了吗 吴亦农这句话又将民进党打回原形 我自己的主张一向是反共保台 蓝军说两岸想要和平 给赖清德这个建议 对于你这个台独金孙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如果要和平的话非常简单 废掉台独党纲啊 马上台海就稳定和平了 当民进党死抱着台独神主牌 却告诉百姓我在追求两岸和平 不知道谁听得进去 介绍到彭林佩杰 这句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 已经满一周的时间了 日前会议才是要成立一个 施政重点的专案小组 好 当然首波它聚焦的是 包含了大巨蛋 跟内湖的塞车问题 好 不少呢 蓝英的议员称赞 蒋万安你才刚刚上任 就愿意直球对决争市政 是蛮有勇气的 好 但是也包含了 这个绿白议员都批评 蒋万安你应该要端出市民有感的施政 短期之内 如果想要解决内湖的塞车问题 恐怕只是增加远景的负担而已 最后有会哦